别看了 你们的行动失败了 在干嘛说 我没有说 你没听到警医生吗 说明警察出动了 更说明你的暴乱 不是暴乱 是歧义 好好 歧义 但据我所知 二十四兵团在抗战中 那是赫赫有名的铁军 能争善战 如果他们发动歧义的话 国民政府不会愚蠢到 用警察去镇压吧 现在警察出动了 说明镇压的 只是学生和老师而已 国军的起义 还没来得及发动 还有呢就是 说 嗯 陈战长 明天的江城报纸 肯定会登出这样一个标题 秦报处长怒闯广 是 亲共分子机智逃脱 哎哟 这些笔杆子啊 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对吧 两个人啊 对啊 姚河战长多虑了 我已经命令江城各大小报馆 禁止刊登此次抓捕行动 为者立即封关 战长 我怀疑此次事件 并非共产党所谓 而是我们自己的内鬼所谓 嗯 发射信号弹 使用狙击补枪 而且 全部从容脱身 这的确不像 共党地下分子的风格 战长 要 知道内情很简单 咱们不是抓了那个 几十个那个激进师生吗 打 打 到他们说为止 这些激进分子 只是被利用的对象 别忘了 我们的目的是他们背后的主使 这些人吓唬吓唬就行了 不过 那个利用广播 发表反政府情绪的女人 务必要抓获归案 杀意精彩 楼处长 到 人是从你手里跑掉的 你扶着把他抓回来 是 姚河战长 廖队长 走 你们两个人 去调查那个枪手 这是个关键人物 找到了他 我们就知道背后的真正阴谋了 是 快说呀 还有什么 这整天在枪口之下生活 脑子真是乱 我想喝点茶 帮个忙吧 放在那儿吧 我现在不喝 放在那儿吧 放在那儿吧 我现在不喝 还不喝 我喝喝 我喝 我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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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给我找下斗婉容 我就是 请你马上到牙科来复诊 那我这边怎么办 我会安排另外的人 进去你的工作 我明白了 我尽快赶过去 好 就这样 老马 我觉得燕文川这个人更不可靠 一枪毙了他 免得今后他给我们带来麻烦 好了 那不要再争议了 现在最紧的任务 就是保守奇异计划的机密 把随时的程度减少得最小 辛苦你了 继续监控燕文川 还让我监控 你不是派他别的同志已经去了吗 小玉同志是个联络员 不能整天盯着燕文川呢 在没有找到最佳核实人权之前 只能辛苦你了 那我什么时候入荡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程会长忙着呢 楼处长 是 写照片呢 这个 麻烦你的事 帮我把这照片赶紧写 急用 行 张队长 这个是 听说是警备司令部的人 在修道院捡到的 应该是枪手掉下的 这个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行 但你要尽快还我 好 谢谢啊 封炳元遗留在枪击现场的戒指 向保密局情报处长楼海平 暴露了他的行政 这种贵重物品 江城只有一家销售 老板 要买手吃吗 哼 哎哟 长官 记得来买这个戒指的人啊 想要吗 那天买戒指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男女 中等个 能没大眼呢 还有呢 好像 他是个左撇哥 何以见他 那天他进来的时候啊 左手提了皮箱 而且付钱的时候 他是用的左手 还有呢 他把那枚戒指戴在自己的右手的无名纸上试了试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一个大男人啊 怎么会戴一个女士的戒指 所以啊 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老板 隔壁的那家梅龙酒楼是几点开业的昨天 早上八点 八啪八啪嘛 身影啊 出个吉利 那那个男的是几点到你店里来 正好是美容酒楼开张的时候 你们真可以啊 还搞车轮战啊 你自作自售 我做什么了我就自作自售啊 我凭什么售啊 你就是自作自售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还不是就因为你这个人质 我们江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 你这什么逻辑啊 我回自己家我爱着谁了 你爱着我们了 像你这种人 就得好好改造一下你的世界观 行 行 你们搞政治 我见多了搞政治的 您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有本事你就大胆声说 大点声就大点声 说呀 不想了 他怎么来了 我怎么知道啊 你快去躲躲呀 我去营营 你快去躲躲呀 我去营营 你快去躲躲呀 我去营营 是他们自己要来的 肯定是你告诉我 肯定是你告诉我 为了我们的奇异成功 你不能和他见面 你不能和他见面 黄山哥 依我看 在小远眼里面 人川可必打打中药 你干什么呀 我怎么 你想要打什么 你这么破坏我们组织 那你就找死 我没有真的没有 你敢开门 你敢开门 我敢开门 文川哥 怎 怎么没人开门啊 宝贵 到 把门过去 走 文川哥 你在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文川回来 本应该先去拜访伯父伯母的 还麻烦你们亲自跑来一趟 好 家里来人了 我说你是怎么做事情的 又把什么给我砸碎了 刚才不小心把一个花瓶给打了 对不起啊 颜先生 对不起就行了 那哪个花瓶啊 是洗手间边上那个 不是不是 是那个小的 小是那个 你今天就给我走人 对不起你可以扣我工钱 他愣着干什么 还不倒茶 你刚扔了扫把 他手脚干净吗 我手是干净的 什么干净 你咋 不麻烦了 文川 咱们一块儿倒酒楼吧 我得给你补上 接风洗澄这一刻呀 对 这家酒楼啊 可是小冉亲自为你选的 昨天才开业呢 是吗 可是我这几天肚子 文川哥 肚子不好 你就吃点素呗 你也不能饿肚子吧 那好吧 行 做事别毛手毛脚的 再给我砸水东西了啊 雁文川与雷震山一家出去吃饭 豆宛如一个人如坐针毡 他非常担心雁文川告密 突然 突然 他想到了一个冒险的办法 哎 对了 文川 哦 林校长回话了 让你随时随地到江大法学院去当助教 哎呦 真的啊 那我跟文川哥不成同事了 就是 伯父 不 又让您费心了 我敬您 哎 客气客气客气 好 哎呀 你 叶先生 你怎么来了 哦 您忘了吃药了 我给您送药 药 文川哥 你有病啊 嗯 我不 哦 对 我有病 什么病啊 哦 我是 对 我不是这几天肚子不舒服吗 医生说要按时吃 快吃吧 龙处长 你说的这个左撇子狙击手 整个二十四兵团也就三个 你看看 这个人你认本是 这没有正面 我不太敢确定 不过 我觉着他像一个人 谁啊 正讯处的宣传干事 冯炳元 那他家就在江城 宣传干事 哎 那他家里头 还有什么人吗 还有个老婆 听说 两个人是青梅竹马 非常恩爱 好像还怀孕了 哎 对了 枪手作案那一天 正好是他们两口子结婚 一周年纪念日 我 文川啊 不行我派卫兵先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雷司令 我送他回去就好了 要不这样吗 爸妈你们先回去 我送文川哥回去 不用了雷小姐 你还是陪爸爸妈妈吃饭吧 我送他就好了 您要是不放心啊 我让他回去给您打个电话 慢点儿慢点儿 一定是喝不了酒 伯母 伯父 伯父 你慢慢用啊 不好意思 慢点儿 准山 文伦 你有没有觉得 文川顾的这个保姆 有点不大对劲啊 有什么不对劲的 做事毛手毛脚的 看模样倒是生得俊俏 这有什么奇怪的 乡下水土好养人 可乡下出来的 应该会干活呀 你看他哪像个干活的样 你要看不好你给他换一个 一定得换 文川老实 别让他骗了 一个用者能骗他什么呀 我怕他骗字 你都睡了两个小时了 该醒了吧 睡得跟死猪似的 怎么说 你 你 你是不是给我吃什么药了 安眠药 你 那吃多了 那药会死人的你知道 谁让你擅自脱离我的视线 早见人命没人行 你说什么 我说你集中生日兵也聪明 干什么 我提醒你啊 以后你在我面前 少提倒国之流的那些屁话 那我说什么呀 我说共产主义事业 是全世界最崇高的理想是吗 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说共产主义万岁 是吗 注意你的态度 我态度怎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总不能当着国民党 骂国民党吧 那不是逼着雷司令 把我当共党分子抓起来吗 反正你以后不可以胡说八道 那就免谈政治 那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江大上课呀 起义成功之后 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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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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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想法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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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